欢迎来到赵旅排案 面对这次疫情 我国政府很早就下令了 所有感染新冠病毒的人 你们的医疗费用 由政府来全部承担 你一分钱都不用掏 甚至所有密切接触者 你必须得强制隔离 你隔离期间 你的检测费也好 住宿费也好 餐饮费也好 都是政府承担的 而且你个人如果感觉到 我有这样相关的病症 我到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就诊之后 医生经过判断 要对你进行核酸检测 这些检测也全都是免费的 这是必须的 我们必须先从经济上打消 所有人的后顾之忧 我们才能更好的控制这个病情 否则有的人觉得 你看检测也很贵 住院也很贵 制造也很贵 我没那么多钱 干脆我回家停一停得了 他这一挺不要紧 有可能会传染更多的人 这绝对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我国是免费了 别的国家是不是也都免费呢 不是的 有很多国家是收费的 人家别说治疗得收费 就是一个简单的核酸检测 都得收费 最近段时间 就有很多网友纷纷爆料 说他们在美国 他们去体验了一下 或者说去采访了一下 在美国检测一次核酸 要多少钱 要多少钱 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 有人说2000多美元 有人说3000多美元 有人说4000多美元 大家记住啊 起码都是过千美元起的 这么贵吗 在美国检测一次核酸 上千美元 一两万人民币吗 是的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们听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汇总之后 都是这样的 当然了 有很多人也说 哎呀 贵是贵 不要紧 因为美国也有医保啊 大部分人到美国你去检测核酸 虽然说是几千美元 但是医保帮你拿 你这个医保上的高的仪 你一分钱不用掏 你这个医保上的低的仪 你可能掏个几十美元就得了 但是当然 如果你真的属于在美国没上医保那些人 那么对不起 很可怜了 几千美元的核酸检测费用 都必须你掏了 好吧 即便大多数美国人在检测核酸的时候 自己不掏钱 或者只掏一点点钱 但是 美国真实的核酸检测费用 也实在是让我们炸蛇 检测一次要几千美元之多吗 美国医疗是发达 美国医疗是贵 但就贵到这个状态了吗 在我国检测一次核酸 要多少钱 是的 现在我们都是免费的 但是免费我们也有成本啊 我们咨询了很多人 大概得出一个结论啊 在我国目前 检测一次核酸 成本大概在一百到两百人民币之间 当然这个钱都是政府拿了 我们普通消费者不需要自己拿 我们一次一百多人民币 美国一次一两千美元 竟然有接近百倍的差 而且我认为咱们国家这个数据啊 基本是准确的 你想我们旁边韩国 韩国的检测能力很强啊 一天就可以检测两三万 韩国到目前为止 邪教那帮教徒 十几二十万人全检测完了 如果真的像美国那样 检测一次要三四千美元的话 那么韩国检测费用花几亿美元 大家觉得可能吗 问题在于 美国的医疗啊 就是这样 以往我们经常得到各种信息啊 在美国你不能叫救护车 叫一次救护车 收你一千多美元 在我国叫一次救护车 收多少钱 一百多两百多人民币嘛 在美国看一次小的感冒 手背划伤了 给你贴个帮带 人家都会收你几千美元的 是 每一次我们听到这个新闻之后啊 就会有人站出来说 别担心别担心 是 好像是那么高 但是不用你拿钱啊 你有医保啊 保险公司帮你支付了这几千美元啊 所以好像每个美国人都那么幸福 你看我们医疗独步天下 而且甭管花个几千几万美元啊 都是保险公司帮我拿 但是 反过来讲 这不就是其中的猫腻吗 在别的国家 检测一次一两百人民币的成本 在美国就要几千美元 对普通消费者来讲 好像这个钱不是我拿呀 是我的保险公司支付的 但是 为什么你每年要拿出上千美元 交你的保险费 为什么你的保险费不断在上涨 你以为保险公司自己拿了 保险公司哪有钱啊 还不是收美国人的保费 给医院交钱吗 难怪在美国看病是最贵的 一次小小的核酸检测 就收你几千美元 真治疗起来 要花多少钱呀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